欢迎回来,让我们做一些关于脚的习题,我希望通过这些习题,你会成为解决这一类型题的专家。 好了,让我们开始吧,我们有一个五角星,已知下面这个角的角度,这个角在这儿是41度,我标一下,41度。 我们知道这里的这个角,它是113度,我们还知道在这儿的这个角,它是101度。 在这道题里,我们要求一个角度,哪个角呢?在这里,橘红色的这个角。 而且,我们要必须弄清楚这个关于脚的习题的最终目的。 我们要弄清楚这是什么角,然后像往常一样,我鼓励你暂停视频,自己尝试解这道题。 利用以前学到的公式定义来进行解答。如果你遇到问题,然后再播放视频,我希望我会帮助你解决你遇到的问题。 好了,说了这么多,现在让我们继续看这个。我们看这三个粉色的角,和我们要求的这个角。 那么,我们要怎么才能求出这个角呢?用什么公式定义呢? 我们知道,在这的这个角,是它的补角。它们互为补角,但是似乎很难求出这个角,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三角形的一部分。 如果我们弄清楚这个角和这个角,我们把它用绿色标记,这样我们就能求出这个角是多少了。 那么在这里,绿色的这个角是粉红色的角的补角,意思就是说,它们总和是180度。 我们知道,这是101度,那么这个绿色的角就是79度,对吗?那这个角是多少呢? 好了,我们看,它是这个三角形的一部分,但是这并不能帮助我们,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小绿色的角是多少。 那么,让我们这么想,这个角出来是这个三角形的一部分,还是哪个三角形的一部分呢?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做五角形的问题,因为你第一眼看去,这些三角形不是很明显。 但是,你很快发现,它不光是这个三角形的一部分,还是这个三角形的一部分。 这个三角形,我们换个颜色,清楚地标出这个三角形,这个红色的三角形。 好了,就是这个三角形。 我们知道,这个三角形的两个角吗? 当然,我们知道,这个角和这个角。 那么,这个角加上113,加上41,就等于180度。 所以,我们先设这个角为绿色的G。 我们有G,加113,加41。 1,因为遵循三角形内角和的公式,所以等于180度。 计算G加154,等于180度。 所以,G就等于26度。 180减去154,等于26,对吧? 所以,这个角就是26度。 我们知道这个角的角度了,也知道这个角的角度了。 这样,我们就能求出这个小三角形中这个角的角度。 那么,我们就来看这个小三角形。 这个小的绿色的三角形。 我们继续。 设这个为X。 X加G角的26度,再加上这个角的79度。 为什么它是79度呢? 因为这个是这个101度的补角,等于180度。 X加105,等于180。 因此,X等于75度。 我们求出了X。 所以,这儿的X角等于75度。 这道题我们解出来了。 现在我们再做另一道题。 好了,我们清理一下。 我在想,这个软件是谁设计的啊? 真是个天才,随便一下就能擦干净了。 要是在学校的黑板上,不知道要擦多久呢? 好了,来回到正题上吧。 现在,我们画一个两个相邻的三角形。 这样。 然后,我们画一条线再这样下去。 好了,我把我要画的图画好了。 我画好了这个三角形。 让我们看看,我们要用这个三角形做什么样的题呢? 好,我来告诉你这个角在这儿。 这个大角,它是86度。 我们也知道。 我们也知道,这个角在这儿。 是28度。 我们还知道这个角,在这里,是122度。 那么,问题来了。 我要求这个,我换个颜色。 我用粉红来表示这个角的角度。 我先求这个角是多少。 因为,如果知道这个角后,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角是多少了。 这很简单,对吗? 我们知道这个三角形里的两个角。 所以,我们说,这个绿色的角为Y。 Y加上122,加上28,等于180度。 Y加上150,等于180。 Y就等于30度,对吗? 。 这里,Y等于30度。 这是30度。 整个角是86度。 所以,我们说这个角,我们设为X。 X就等于86,减30。 X就等于56度。 解出来了。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角,等于56度。 来,我们用另一种方法解决这个题。 我们可以说,暂时先忘了我们刚才解题的这种方法。 我们可以说,这个角在这儿。 这个绿色的角是122度的补角,对吗? 它们的总和是180度。 这个角是180度减去122度,等于58度,对吗? 我们要求这个角。 我们可看一下这个大三角形。 这个大的绿色的三角形。 我们知道这个角的度数。 我们也知道这个角的度数。 这样就能算出小绿角的度数。 我们设它为Z吧。 Z加上28,加上86,等于180度。 Z加上114。 28加86等于114,对吧? 等于180度。 Z就等于66。 通过计算,我们知道Z等于66。 所以这个角Z等于66度。 这个角是66度。 这个角是58度。 我们现在利用这个小的粉红色的三角形,来计算这个角。 还是设X。 所以,X加66,加上58,等于180度。 X就等于180,减去124。 然后我们得到X等于56度。 好极了。 我们得到这个角等于56度。 这里也是56度。 86减去30等于56,对吧? 我们又一次得到了56度。 我们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,得到了相同的答案。 同样的一道题,我们用两种不同的解题思路进行解答。 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解决这一类型的题。 好了,今天就到这儿了。下堂课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 。